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学的影响世界 我是张瑞芬 今天是2023年3月15日 最近呢 大家都在封棒球 这个等一下再讲 哇 讲到棒球我话就很多了 我们先来谈谈最近的奥斯卡金像奖 最近也很热闹 那么今年呢 是95届的奥斯卡金像奖 今年可以算是一个亚裔 非常出头露脸的一年 因为呢 在这一次的金像奖当中呢 《妈的多重宇宙》这部电影 就是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这部电影 入围了11项 总共得了7项 所以你就看到呢 它这个名字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就被念了7遍 那么为什么这个片名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会翻译成《妈的多重宇宙》 当然有人把它翻成瞬息全宇宙 Everything Everywhere 所有的事情 然后呢 所有的地点 All At Once 全部集合在一起 那么就有点时空超越的意味嘛 也就是一个很失忆的 这个在生活里面呢 这个非常的心力交瘁的一个 洗衣店老板娘就是杨子穷衍的 然后呢 她被迫在这个税务 还有在家庭的琐事当中呢 疲于奔命 就在这个时候呢 她发现她被赋予了一个 拯救宇宙的任务 然后穿越时空 做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身份变化 那么这个电影当然是非常的呛的 也就是说 她的想象其实是有一点 有点漫画英雄式的 所以呢 蛮脱离现实的 可是为什么到最后呢 会得到那么多奖项 我觉得她的想法是非常新奇有趣的 在这一点上面呢 可能得到了一万多个 美国影艺学院的学员 他们的欣赏 因为这个一万多个人投票 其实就代表了一般人喜欢的 这种新鲜热闹有趣 那么相对呢 像伊尼舍林的女妖 或者是像塔尔这种电影 她就比较深思一点 然后比较有一点深度啊 这就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 比如说伊尼舍林的女妖这部片子 你看到两个老男人在那边绝交 然后呢 搞到还要切手指头这样 你不会明白说 哪有那么严重 为什么会搞到这样 可是你如果知道 那牵涉到爱尔兰的内战 或什么那样的一种关系的话 那背后的那种历史意义 那就很深刻了嘛 所以呢 我觉得 那就看你把电影当作是一种艺术 还是一种娱乐吧 或者是说如果两者能兼具 那当然就更好 那么今年呢 另外一部大赢家呢 就是这个西线无战事 那么西线无战事 这也是一个德语片 是一个德国的片子 那么他入围了四项 包含什么最佳国际影片啊 还有配乐摄影跟美术设计 那么另外呢 这个Brandon Fraser 就是布兰登废雪 他的我的金鱼老爸 这部电影The Whale 他得到了影帝 那么这算是众望所归 看完这部电影的人 应该没有不含泪的吧 他的演技真的是打动到人心了 所以真的得奖是实至名归 那另外呢 这个黑豹2 还有捍卫战士2 还有阿凡达2 也都各囊括了一奖 那么但是呢 给他们的是服装 音效 视觉特效这一些 但不管怎么样 也算是把商业主流片 纳进来考虑了 我觉得这中间呢 反而必须要注意的 另外一个大赢家呢 就是A24 那么A24是什么呢 他是美国的一家 独立制片公司 他是在纽约的 然后成立了大概10年左右 那么在我的金鱼老爸 The Whale这部片子的男主角 也就是Brandon Fraser 他上台领影帝这个奖的时候 他还一直感谢A24 所以呢 你就知道 这个The Whale这部片子 也是A24的 另外呢 妈的多重宇宙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这部也是A24的 那么也就是呢 这个A24这个公司 得到了四个演技奖 男主角 女主角 男配 女配 加上呢 这个最佳导演 最佳影片 最佳编剧 全部都是他们 所以呢 今年真正的大赢家 应该是A24才对 有些人说呢 奥斯卡金像奖 也不过就是个大拜拜 但我觉得呢 凡是任何投票 要兼顾到艺术跟商业 或者是老将新秀 这些本来就是一件 蛮不容易的事情 一万人投票 大概就可以 看出来最大的公约数 也就是大家都喜欢的 或大家都欣赏的东西 所以也是有 他一定的参考的价值 我觉得呢 看电影就跟听歌一样 或者看书一样 不同的时间点 你会喜欢不同的东西 比如说呢 如果你要一个人 三更半夜里面 沉淀一下的话 我就觉得很适合看 我的金鱼老爸这部电影 这部片子适合 深夜一个人垂垂 那么如果你是要 全家观赏的话 我觉得法贝尔曼 这部片子呢 就比较适合合家观赏 因为它比较正面嘛 励志 然后比较是一种 青少年成长的时候的 一个梦想 我觉得他演 Steven Spiebel 他的人生 他把八岁到十八岁的他 刻画得非常非常的好 有他精彩的地方 也有令人深思的地方 那这部电影的 另外一个翻译叫做 造梦大师 也有翻成造梦之家的 所以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来看一下 那么在这一次 奥斯卡金像奖 颁奖典礼当中呢 我就看到Steven Spiebel 坐在下面 有一点落寞啊 因为他的法贝尔曼 都没有得到半个奖啊 那穿得人五人六 坐在那里拍手 哎 这可是全世界 最好的一个导演 不过呢 他这一部 法贝尔曼 虽然没有在奥斯卡上面得奖 可是呢 他已经在金球奖上面 得到了最佳导演奖 还有最佳影片奖 所以呢 也算是非常有面子的了 这部片子呢 他的男主角 叫做Samuel Febelman 当然这是一个画名 他的片名总不能叫做 Steven Spiebel 他用了一个画名 那这个Samuel呢 他等于就是 这个Steven Spiebel 他的年轻的时候 那这整部片子呢 演的是他8岁到18岁之间 那你可能会问说 为什么不演到他 18岁之后 成名立万的过程呢 这个就有一点像是 沈重文自传 他就写到20岁 他离开了军队 然后呢 他跑到北大去旁听 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进入了一个 永远避不了业的学校 去学习那永远 没有办法理解的人生了 我觉得这部电影 把它聚焦在青少年时期 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一个人后面 所走的道路啊 其实就取决于 他前面受的影响 还有他所受的挫折 所以呢 从这部电影里面 你可以看到 Steven Spiebel 他是一个犹太人 然后他们家呢 本来是在 俄亥尔州的 辛辛娜提示 就是在比较东边的地方 后来呢 搬到亚利桑那州的 凤凰城 然后呢 后来他父亲 因为是个工程师 所以呢 就接受了一个 加州的工作 因为矽谷那边 就是电子工业的 最早的发展的地方 那么他父亲 是个很杰出的工程师 接受了工作 然后全家就搬到了 加州去 那搬到加州去之后呢 故事中的男主角 Samuel 就是Samu 那么Samuel呢 他就一直在学校里头 被霸凌 就被一群男同学围殴 那么打到头破血流 甚至呢 还叫他跪下来道歉 为杀死耶稣道歉 这样 我觉得外国人 有时候也真的蛮不理性的 两千多年前的事情呢 犹太人害死 耶稣基督这件事情 那是他两千多年前的 祖先干的 跟他也没有关系 可是呢 犹太人背着这样的原罪 所以呢 在基督教的国度里面 他们是非常被厌弃 被排斥 所谓的反犹太主义 当时又六零年代 在校园里头 还是非常的盛行 所以呢 犹太的小孩呢 只要一辈知道 他是犹太人的话 哇 全部都被霸凌 那么这个Samuel呢 他在学校的那个 就是置物柜里面 就被掉了一个 就是有人就在里面 放了一个杯狗 然后叫他贝狗们 就叫他贝果人 所有学校里头的女生呢 也都没有人 愿意跟他交往 所以他从小 就是一个蛮孤单的孩子 一直到青少年 也都一样 那么他说 他们的父子关系 也不是很好的 19岁的时候 父母离婚 所以他一向都感觉到 自己是很孤独的 所以艺术呢 变成他唯一的救赎 也就是说 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 很孤单的处境呢 这个艺术总能够 带他脱离现实 那么你应该看过 他的ET外星人嘛 这个外星人里面呢 就是小男孩呢 他这个背着家人 然后呢 把这个ET 就是这个外星人包起来 然后骑上脚踏车 这个飞上月亮 然后把ET送回去 他的故乡 ET风红 那一幕呢 哇 这个感动很多人落泪 那么那个孤单的小男孩 那个没有人能够理解的 小男孩 其实就是 Steven Svibo 他内心的自己 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他从小就是一个 很没有自信 很孤独的孩子 可是呢 艺术就使他找到了一条道路 从高中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慢慢的 开始自己拍影片 然后呢 也开始小有名声 有了那么一点点名气 在同学当中呢 也开始受到肯定 那么到了该念大学的年纪呢 为了回应他父亲的期待 他父亲是个工程师嘛 所以当然也希望 他走工程的道路 毕竟这比较是一个 正经的行业吧 你拍电影算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能够养家活口 能够当饭吃嘛 所以他父亲希望 他走上正途 所以呢 他也勉强去念了大学 这个有一点像是 印度电影 《三个傻瓜》里面 不是有一个工程师吗 然后就是那个 Rancho的一个同学 他父亲希望 他成为工程师嘛 然后但是呢 他自己是希望 成为一个摄影师的 所以这个就有点像 那个剧情 工程师父亲 希望儿子也能够 以工程为业 可是偏偏 Steven Spiebel呢 他是比较艺术取向的 他比较接近他母亲 那种艺术家浪漫的性格 所以呢 他书念的蛮痛苦的 然后每天想要去找工作 但是呢 发出的求职信 都没有下文 然后他每天晚上都很焦虑 没有办法睡觉 以至于呢 到了恐慌症都发作了 这个呢 就有点像是李安念高中的时候 李安是念台南一中的 他父亲就是台南一中校长哦 那么这样一个升学导向的学校里面 他考大学是落榜的 落榜两年哦 所以呢 你就知道李安每天都跑去全美戏院看电影 然后一心就做导演梦 后来呢 跑到纽约去念电影 然后又混了很多年 才开始有这个拍电影的机会 那史蒂芬史皮博也是一样哦 他念大学的时候 他就曾经跟着观光客 然后到环球影城去参观 然后趁着上厕所的空档呢 他就溜进片场 去观摩别人怎么拍戏 这些演员怎么表演啊 所以他等于就是 那样的一个片场 是真正吸引他的地方 那后来呢 在大二的时候呢 有一个机会 环球影城跟他签了约 然后他进去当摄影助手 从那个时候开始啊 他就真正进入了这个影视产业 他大学都没念完啊 就直接想一想以后就错学了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对的啊 就是他去拍电影是对的 再多念几年书 对他的帮助可能没有直接去拍电影 还要来的有意义啊 那么他就在25岁那一年拍了大白鲨 那是第一次摄影团队 拉到大海上面实地拍摄 而且呢 听说那一只鲨鱼 机器鲨鱼 也是有史以来没见过的 当然现在来看是有一点粗糙 但是呢 当时候已经算是吓死人的东西啊 所以呢 这部片子就哇 这个狂卖作 那么从此他就踏上了 很稳妥的这个拍片人生 那么后面大家就都知道了 比如说外星人啊 或者是呢 这个侏罗纪公园 还有呢 像这个抢救雷恩大兵 辛德勒的名单等等啊 还有我们上个礼拜讲过的林肯 这是2012年的电影 一直到今天啊 他都已经得到了这个终身成就奖了 但是呢 他还一直不断在拍片 这部法贝尔曼 其实让人看完蛮感慨的地方就是 你会发现 其实一个人会长成怎么样的样子 跟他前面受到的启蒙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 他的妈妈是一个浪漫艺术气质的钢琴家 他的爸爸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工程师 所以呢 他的人生等于是在艺术跟科学之间拉锯 我们也可以说是在现实跟理想当中 要取得一个平衡嘛 那么他有很多的电影 其实都反映出他的内心 刚刚我们讲到外星人里面那个 非常孤单的小男孩就是他自己 那么另外呢 他为什么会去拍那个抢救雷恩大兵 其实呢 跟他爸爸跟他讲的二战时候的一些经历 是有关系的啊 还有他为什么会去拍新德勒的名单 这当然跟他犹太人的身份就很有关系 这一部1993年后来使他得到最佳导演奖的 这部新德勒的名单哦 事实上他本来不想要拍这部电影 因为Steven Spielberg 他一直都很抗拒 他自己是犹太人这个身份哦 因为一直被排挤嘛 所以呢 他其实讨厌自己犹太人这个身份 而且呢 我们可能要知道犹太人还分两种 一种是比较基本教义派的 就是非常信守那些规范 另外一种就是稍微比较开放派的犹太人 这两个也不太一样 就好像有人拜佛教是吃全素的 有人呢 觉得奶蛋素还是可以接受 所以每个人他的这个遵守的规范是不太一样 史蒂芬史批博呢 他本来也不是那么典型的犹太人 没有那么遵守规范的一个人 不过呢 看了新德勒的名单这个剧本之后 还是被感动了 所以在1993年才拍出这部黑白片 那么这部片子呢 其实它是由一个澳洲的小说所改编的 当年度呢 得到七项的奥斯卡金像奖 我可以说是很少啊 那么这部新德勒的名单 它的故事很简单 他讲的就是纳粹德国的时代 在二战的时候 有一个商人叫做新德勒 那这个商人呢 他其实是一个想要发战争财的一个商人 在外面在打仗嘛 然后希特勒在迫害犹太人 但是他不管 我只要发财就好了 因为在战争 所以呢 他就有一些军火工厂 然后呢 他就生产军事用品 然后来大赚其钱 那本来是这么样一个 想要赚钱的一个商人而已 而且呢 他跟这些纳粹军官的关系非常好 就是巴迪巴迪 大家都是好兄弟的 所以 他其实是 完全站在德国军国主义那一派的 那么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同情犹太人的呢 就是第一次 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他就看到有一大群犹太人 被德军逼迫 然后到处奔跑 逃亡 尤其是包含小孩子 那么他第一次见到一个 红衣的小女孩 在这部片子里头 唯一的颜色就是那个 小女孩身上穿的红色大衣 那么第一次见到这个红衣小女孩 红衣小女孩不是一个鬼 是真的一个小女孩 他到处跑 然后躲避军队的追捕 然后躲在床底下 这是辛德勒第一次看到他 那么到第二次看到他的时候 这个小女孩已经变成一个尸体 然后堆在那个手推车上面 跟一大堆的尸体 然后堆到坑里面去埋葬 那么这个时候辛德勒站在高处 他目睹到这种残杀的情况的时候 他不知不觉的 他突然之间感觉 这一切都不对了 这个战争的残酷 远超过他的想象 后来他就借口说 他的工厂需要工人 于是就把很多的老弱妇孺 包括小孩子 就列入他工厂的工人的名单里面 那么借此保护 犹太人不要在外面 被纳粹他们给杀掉 那他的名单 总共后来保护了一千多个人 他用什么方式呢 他用贿赂军官的方式 就是给他们钱 用买通的方式 那么到最后 战争终于结束了 苏联的红军来到了 克拉科夫市 然后向辛德勒工厂里面 干活的犹太人宣布说 战争已经结束了 你们都已经解脱了 不会再被纳粹迫害了 就在那一天 下大雪的一个晚上 辛德勒向工人们告别 因为现在德国是战败方了 那他也不要被驱逐出境 那么一千多个犹太人 为他送行 他们呢 自己自发性的发动了一个 全体签名的证词 交给辛德勒 来证明说 他并没有在这个战争里面 迫害犹太人 免得他以后被当作战犯来受审 然后我觉得呢 最动人的就是最后那一幕 在雪地里面 然后辛德勒跪下来 痛哭流涕 他就说呢 我应该要散尽家财 我就是把工厂的每一个墙壁 每一个砖块都卖掉 我全部的东西都卖掉 我应该再多救一个人 我为什么没有多救一个人呢 那么他痛哭流涕 可是呢 旁边的犹太人呢 就安慰他说 你已经竭尽了全力了 救人一命 就等于救全人类 你已经尽到你所能够做的事情了 那最后呢 这个辛德勒泪流满面的离开 他感到他没有办法 把所有犹太人救出来 他感觉到非常的痛苦 我觉得这一幕啊 真的是发挥到 人性最光辉的一面 本来辛德勒没有想过 犹太人的死活 你死活关了什么事 我德国人 然后呢 这个战争是神圣的 我们就站在军国的那一方的 没有想到呢 看到那么残酷的景象的时候 人性里面的那种悲悯 让他没有办法再看下去 所以呢 他就用了各种方式 救一个是一个这种方法 在辛德勒的名单里面呢 被救的大概都是波兰的逃难者 尤其是这里头很多都是犹太人 那这些犹太人在二战之后 很多人到了美国 这个散播在全世界各地 所以辛德勒的一举呢 就后来就被大家所公认推崇 那这部有点黑白纪录片风格的影片呢 也成为史蒂芬·史匹博首度 获得影评界肯定的作品 如果没有这部作品的话 你能够相信在1933年到1945年 德国的纳粹 他们居然杀掉了600万个犹太人 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吗 那这部片子的人道关怀 还有他对于历史的省思 这当然是使他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深度 说到犹太人可能会在校园里头 被霸凌这样的事情 有一部电影就非常好看 这个是1992年的School Test 翻译成校园风云或者是校园档案 这个呢就是很年轻很帅的时候的 Brandon Furster他所演的 当时候跟他对戏的呢 就是麦特戴蒙啊 班艾弗列克他们这些小生 这些人现在当然都已经是一线大明星了 这个故事真正把我震撼到的就是啊 这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 就是Brandon Furster他所演的呢 叫David Graham 那么他是一个小镇的青年 然后他是一个橄榄球的四分位啊 这个四分位其实就是主控球的那一个 也就是全场的主力就是了 当然是队长了 然后因为他球技很好 所以呢他就被圣马修高中 网罗去他们的球队 也就是给了他一个全额奖学金 然后就去帮球队跟学校赢球就对了 那这个圣马修高中呢 他全部都是一些权贵子弟 也就是呢 都是有钱人家的少爷 那这里头呢 最著名的一个就是查理迪伦 查理迪伦 那这个查理呢 就是麦特戴蒙演的 那这个查理呢 他在学校是风云人物 他们家在这个圣马修高中 已经有好几代的历史 是这个学校的赞助者 然后也是这个学校里面 非常优秀的学生 而且呢这个查理呢 他也是这个球队里面的四分位 但是因为他实在是打得不好 所以呢教练才从外面 买来一个转学生 然后想要取代他这个四分位的位置 那这个Brandon Fisher 他所饰演的David 他一来呢 就哇 这个跟室友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几个大男孩 大家都玩在一起 他也同时认识了 在舞会上呢 就认识了查理 查理呢 是查理的女朋友 那他们两个本来是初双入队 两个都是有钱人家的小孩嘛 就自成一队 那这个David看到查理的时候 哇 简直就惊为天人啊 那查理对他也有好感 几场球打下来呢 这个David他的实力呢 不容小觑啊 这个很少赢球的圣马修高中呢 我赢了好几场 然后连这个教练都觉得 哇 这个挖角实在太成功了 这真的是买到一个好的四分位啊 可是呢 这个David他是一个犹太人的身份 他却默默的隐藏起来 那么在他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呢 他的父亲就跟他讲说 你不要忘了我们的戒律 你要记得该祷告的时候 应该什么时候祷告 你把你的大卫之心藏起来 那犹太人他们有一个标志啊 就是一个六角星的 我们叫做大卫之心 那这可能是在剧中呢 这个主角也叫David的原因吧 就是那个大卫之心呢 其实就是犹太人 他们常常带的一个标志 那这个标志本来是在二战的时候 纳粹在迫害犹太人的时候 逼迫他们呆上来作为识别的 那后来呢 犹太人也拿这个来标志他们的身份 那么几场球打下来之后呢 都大获成功 这个连连赢球 这个时候呢 David他也跟沙利发展出来一段感情 沙利慢慢的喜欢上了他 也觉得这个男孩子真的是很有深度的 那么事情的大翻转呢 就在一场比赛 很重要的比赛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David跟Charlie 他两个人同时都上场嘛 那David是四分位 而这个Charlie呢 只能变成一个偏锋 跑偏锋的 然后在那一场球赛当中呢 这个Charlie就跟David说呢 我爸爸跟我哥哥 他们都是在名人堂上的人 都坐在球场上看 我一定要给我爸爸跟我哥哥 一点光荣 所以呢 你让我 你等一下球传给我 让我去打阵 那结果呢 这个David呢 传给他两次之后呢 Charlie都失手 没有办法 只好呢 把球还是放在自己手里 然后抓了Charlie去当阻挡 然后成功的抱着球 然后跑到终点搭阵这样 哇 全场欢呼 然后连沙利都跳起来啊 然后呢 在这样一个大胜利的 一个庆功宴的晚会上面 然后这个时候事情爆发了 那么在聚餐的晚宴桌上 大家对于David他的球技呢 都大为赞赏啊 那这个David呢 也不会言自己 是一个贫穷小孩出身的啊 那这个时候呢 风头都被David所抢去的 Charlie他当然非常的不爽啊 他就一个人很落寞的 走到了这个鸡尾酒的 那个桌上面 那想要拿个饮料的时候 他就听到了 书球的那个学校的老董 在跟自己学校的董事 在讲话 然后那个书球的 学校的老董呢 就说你们需要做法 还真的很新颖啊 能够接受犹太人 然后呢 这个时候 这句话被这个 查理听到了 他就说 蛤 犹太人 然后呢 这个他们学校的校董 就转过身去 跟那个书球的 那个校董 就说你话太多了 然后呢就 就 闭谈了这个话题 但是呢 查理恍然才知道 原来David是 一个犹太人 哇 他就等于找到了 他的软肋一样 原来这个金铜呢 居然还有个破口 是可以攻的 那么他 他的这个球队的 四分位的位置 被这个David抢去 然后女友也被他抢去 所以他心里 已经很不爽了 刚好找到这样的事情 来攻击他 所以呢 当天在浴室里面 大家在那冲澡的时候 他就讲了一个犹太人的笑话 去挖苦这个David 然后这个时候呢 David就缓缓地转过身来 两个人呢 就光着身体 就扭打在一起 然后旁边的同学 就赶快劝架 有的人就去把大门关上 不要让别人知道 这里面呢 发生了斗殴的事情 那么从这个事情之后呢 这件事情就总算是 整个都公开了 原来David是一个犹太人 那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 教会学校 所以大部分人 也都非常讨厌犹太人 都非常的 这个反犹太这样 然后本来大家都是 玩在一起 闹在一起 然后一起上课 和乐融融的 这样的一些室友 到最后呢 就分成两派 大部分人 还是非常的 排斥犹太人的 就是非常 比弃他的身份 那另外 有几个人 还挺同情David的 觉得他不是那种人 那么就在这种情况底下呢 冲突就加剧了 因为David他家里穷嘛 所以他还是必须 那个奖学金 那这个奖学金呢 就他必须要做一点 餐厅服务的工作 所以呢 在这些权贵子弟们 吃饭的时候呢 David是没有办法 跟他们同桌吃饭的 他是必须要去捧餐盘 然后把餐盘端过来 给他们的 所以呢 他就等于是一个服饰的 一个仆人这样的身份 穿着白色的衣服的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那些室友 知道他是犹太人的 这些室友们 他们就开他玩笑 当David把餐盘拿过来 把食物端过来的时候 他们就 就是 啊 犹太人 一个犹太人 这是他们常开的玩笑 然后他们班长呢 是比较健义勇为的 就是你可以不要这么幼稚嘛 就这样制止他的行为 那么事情呢 越演越剧烈 有一天呢 这个David他打完球 回到他的宿舍的时候 发现他的床上面呢 被挂了一个纳粹的国旗 上面还写说 犹太人去死吧 哇 这个简直就是 这个真正的挑衅跟宣战 那这个David呢 他就留下一张纸条 在布告栏 就说 写那张纸条的人 叫犹太人去死那张纸条的人 这个 洗灯之后 到外面的树下 我跟你单挑 就那天晚上下大雨 David一个人在树下 然后呢 就骂 这个 就望着这个窗子 骂他们 Coward 不懦夫 你们这是懦夫 那这个事情还没完 终于到了期末考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查理他 平常不读书 然后呢 想要保持好的成绩嘛 不然的话 没法对他父亲交代 所以他就作弊 他弄了个小操 然后呢 在考试的时候呢 偷偷的拿 手中的小操操 这个时候呢 这个历史老师 他是让他们签了 所谓的荣誉条款 也就是 没有人兼考的情况底下 保证不作弊 这叫荣誉条款 这个时候呢 这个David坐在查理的后方 所以他一抬眼就看到查理在抄那个小纸条 可是他并没有说破 但是呢 考完之后 老师收了考卷之后呢 他们一阵笑笑闹闹的 然后查理不小心把那个纸条呢 就掉到了地上 被老师捡到了 这时候老师才知道 居然有人作弊 而你们都是签了所谓的荣誉条款的 这个时候老师呢 下一堂课就宣布说 上一次考试有人作弊 你们如果不能够在周末之后 自己自首的话 那么我就要把你们全班都当掉 因为你们都签了荣誉条款 所以你们违反了荣誉 你们败坏了效益 你们就要负起这个责任 所以作弊的人自己赶快出来承认吧 这个时候老师一走 哇不得了 全班开会 现在怎么办 这一个人做的事 然后全班都要代为受过 这怎么公平 我奋斗了那么久 然后我就是要上哈佛 我就上耶鲁的 那我这一刻荡调 我就全完了 大家就开始挨红遍野 然后呢 逼那个作弊的人出来承认 没有人出来承认 可是David有看到查理作弊 他还是没有说出来 还是没有说 然后我觉得David很聪明 他就问了一句说 老师怎么能够确定有人作弊 班长就说 老师说他捡到了纸条 但是没有办法确定是谁的笔迹 因为他是用书写题写的 哇 这时候全班陷入哗然 现在怎么办 就要逼那个作弊的人出来承认嘛 结果陷入一片沉默 就在这个时候 其实那个查理作弊的时候 后方他的班长是有看到他作弊 但是这个班长也没有说出来 因为班长跟他 这个同寝室好几年 也是有交情的 所以也是在天人交战当中 就在大家一片沉默的时候 两个人看到查理作弊 都没有说出来 就在这个情况底下 查理站出来说 我实在不想说 可是我现在不得不说了 我看到David作弊 哇 这个时候David跳起来 是我看到你作弊 我都没有检举你的 你现在居然烦咬我 结果呢 两个人就扭打起来 这个时候班长赶快说 好好好 大家先喘一口气 先不要这样子 他们呢 就定了第二天 然后到班上集合 然后来解决这件事情 到了第二天呢 来的时候 还是没有解决的方案 互相指控嘛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居然提出来一个方法 就是说 那不然我们来投票 我们来投票看谁作弊好了 我记得我当初看到这个电影 看到这里的时候 哇 我真的是作弊这件事情 可以用投票的方式 那这真的是很明显的暴力 也就是说 你就是看谁人气比较高嘛 谁得到比较多的支持 那就决定了是非 这也太恐怖了 那么这个时候 因为两个人互控嘛 所以呢 班长就说 好那你们出去好了 你们两个出去外面 等我们大家的裁判 到时候投票投出来怎么样呢 我们再告诉你结果 那么投票出来 作弊的那个人 就要去校长那边承认 然后呢 来解决这件事情 总不让全班都当掉嘛 这样 那两个人都出去之后呢 教室里就展开了 非常剧烈的辩论 那这个David他的室友就说 我知道David的为人 他很正直 他不会做这种事 他绝对不会作弊 那么查理也有死党 也有好朋友 查理的死党就说 难道你宁可相信一个犹太人吗 那个该死的肮脏的犹太人 因为一般来讲 觉得犹太人是害死基督的人 然后他也是贪婪的 很贪财的 就有这样的一种刻板印象 所以犹太人怎样都是坏的就对了 所以他们就说 难道你忘了他是个肮脏的犹太人吗 那么就是支持David的 有两三个人 可是呢 大部分人都还是站在查理那一方的 而且呢 他们最后的决定是 要用吴静明投票的方式 那根本就赤裸裸的暴力 后来呢 票还没开完 这个David他的室友就愤而离开了 温苏的就对了 然后呢 票开出来 当然是查理赢 然后判定David是作弊那个人 他必须去校长那边承认他的过失 然后呢 这个门一打开 班长就叫他们俩进来 就说我们投票的结果是David作弊 那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后果 那David大惊 不过呢 他还是冷静的丢下了一句话 好 我明天会去校长那边承认 以荣耀你们的传统 你们的传统是诚实吗 那我明天就是说谎 来荣耀你们的传统 看到这里呢 我们看到这个David呢 就是完全就是被抹黑了 那第二天他到校长那边 真的要去承认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校长是有一把椅子 缓缓的转过来 原来是班长 班长从头到尾就看到查理在作弊 然后他指控David 但是他到最后才跑去跟校长承认 也是一样经不起自良心的谴责了 那他就跟David说抱歉 我一开始没有说出来 毕竟查理是我好几年的室友 这真的对我来讲真的是不容易 他还跟David道歉 那这件事情呢 由于班长的出面指正 于是呢也就水落石出 这个时候呢 校长 我觉得校长还挺卑鄙的 校长呢就坐在桌子上面 然后就跟David握手 就说好 那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我们会把这个查理开除 然后来表示他必须负这个责任 你可以继续留在这个学校 希望你心里面不要有什么样的借地 那能够继续为我们学校的球队效力 这时候呢 换David非常冷静的站起来 他就跟校长说 不 这件事情不会过去 你也知道不会过去 我也不会忘记这件事情 我知道你是利用我赢得球赛 而我呢 我也即将利用你进入哈佛 就在下一个镜头 他从校长室走出来的时候呢 有一辆车子就缓缓经过 然后呢 车子里头车窗摇下来 探头的呢 就是查理 然后呢 查理现在卷铺盖滚蛋嘛 他爸爸来接他嘛 然后这个查理呢 就跟他讲说 你知道吗 我十年后还是可以进入哈佛 可是你呢 你十年后还是一个 God damn Jew 你还是一个天杀的犹太人 这个时候呢 David就很冷静的 对他说了一句话 他就说 对我十年后 还是一个天杀的犹太人 可是你十年之后 也还是 依然还是一个混蛋 这个时候呢 电影就慢慢的把镜头拉远 然后呢 这个David他一个人 萧瑟的身影 就走入了很空旷的 冬天的风景里面 这个学校对他来讲 曾经是一个春天 那么样美好的 充满了生机的 很友善的一个环境 到最后呢 他的身份被揭穿之后 同学都对他反目 他的女朋友沙利 也离他而去 等于全世界都变了一个样 那这个David呢 也从这样残酷的事实里面 就学到了成长真正的意义 这一部1992年的 校园青春片 School Ties 这部电影呢 当年演这两个角色的 演David的就是Brandon Fraser 演Charlie的就是麦特戴蒙 Brandon Fraser呢 大概比麦特戴蒙 大概大个两岁左右 我们呢 不懂西方人 反犹太情节的人 会觉得真的是莫名其妙 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 他又是四分位 又是球队里的英雄 又是大家的好同学 大家都相处得非常好 又是个帅哥 那么这样的人 当被发现他是犹太人之后 就一戏之间呢 什么都不是了 就猪羊变色了 然后呢 就集体排斥他 有这么疯狂吗 你可能会问说 到底犹太人出了什么事情 其实呢 犹太人在西方被排挤 主要是宗教上的理由 这一点东方人比较不至于 宗教上的意义有这么大 首先我们要讲到就是说 因为西方呢 在罗马帝国后期开始 基督教就成为欧洲的主导的宗教嘛 主要的宗教 当然他有不同的教派 那主要还是信仰基督 这样的一个主体的 那从此之后呢 犹太人就变成邪恶的象征 我们再用最简单的 如果你请那个Chad GPT 用九岁小孩能够听懂的方式 来讲一下 到底基督教跟犹太人 他们的完事有在哪里 我们最简单来讲的是 耶稣呢 他本来就是从犹太这个教派出来的 他有一些想法跟讲法呢 是跟原始的犹太教派不一样 等于说他自创了一个教派 后来呢 被犹太祭司迫害而死 而后来耶稣的门徒呢 在罗马帝国境内传教的时候 也都受到犹太人的这个压迫 那么这就是基督徒一直很仇恨 犹太人的原因 也就是说 我们的救世主是被你逼死的 这就是为什么 史蒂芬斯皮伯 他在年轻的时候 在高中 为什么会被同学逼着下跪 去承认 这个害死耶稣这件事情 总之犹太人在西方世界 就被视为邪恶跟贪婪的象征了 就是没有一句好话就对了 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 David他被发现 他是犹太人之后呢 哇 同学整个就书养变色 那么这种反犹太情节呢 从二战的时候 那个时候纳粹去迫害犹太人 一直到五六零年代 美国校园里面这种霸凌 你以为已经结束了吗 没有 就在2017年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很大的事情 在宾州发生 那么这是在披兹堡的 一个犹太教堂里面 那么那一天呢 刚好是犹太人的安息日 在这样的犹太教会里面呢 就是有个白人带着枪闯进去 然后扫射了11个人丧命 那么这也不过才几年前的事 2017年 这真的是很恐怖 我们上几集谈到过 美国人歧视黑人的事情 没有想到呢 犹太人在美国 其实也不好过 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 倒霉的处境之外 我们对于犹太人所知道的 就是他们的奶跟肉 是不可以混在一起吃的 因为他们遵守 他们圣经上的规定 就是什么 不可以用母羊的奶 去煮小羊羔的肉 所以他奶类跟肉类 它是用不同的锅子跟碟子的 所以你如果去以色列 然后去住在人家家里面 你把那个奶跟肉 放的碟子锅子 给它混了的话 那就麻烦很大了 因为他们有个名词 叫做kosher 这个kosher呢 就是洁净的饮食 他们吃的东西 是要遵守戒律的 他们只吃牛羊 这种东西 他们不吃猪肉的 所以呢 你到了犹太人的地区 或者是以色列的话 大概是不能吃卤肉饭 还有呢 你也大概也不能吃 吃那个猪血 鸭血 猪血糕 那不能吃 因为他们认为 血是不洁净的 另外呢 他们虾子 螃蟹啊 鰻鱼 这都不吃的 因为他们鱼呢 就只是有鳞的 有鳍的 规定还不少 听说呢 比较基本教义派的犹太人 他们六日 他们星期五六 是安息日嘛 那两天是不能工作的 不能开火的 我们从一开始的 没有得奖的 法贝尔曼这部电影 讲到 史蒂芬斯批驳 然后讲到 他的童年 他所经历的一些霸凌 那我们也讲到 他后来拍的电影 辛德勒的名单 顺便也讲了 这个 Brandon Fraser 他所演的 《校园档案》 那么这一些过程 其实都是在 得到荣誉的背后 你所看不见的阴影 也就是 如果人生 没有经历过 那么多崎岖 还说不定 没有体会 那么深的东西 所以呢 应该这么说吧 什么样的童年 就决定什么样的人生 而这些 有的时候 给你正面的影响 有的时候 给你负面的影响 我跟这个 史蒂芬斯批驳 应该是 八竿子 打不着半点关系 可是呢 有一点是很像的 就是小的时候呢 我也是一个 很孤独的小孩 怎么个孤独法呢 因为父母 都是上班族 我爸爸呢 是大学的 这个农业化学系 毕业之后 他在台塘 他在 Sakamdiam的糖厂 在那边当一个 组长类的 这样一个工作 那我妈妈是小学老师 所以呢 是公教人员出身的 那我们家住在 台南市中区的 一个店面的后面 那台南市的中医路呢 他很多的房子 都是很长的 有四进 就跟鰻鱼一样的 他总共有等于是 四个房子合起来 前后很深 那前面第一个店面呢 是作为检验所的 因为那房子 是我大伯的 我大伯是医师 那他跟检验所 大概有一些关系吧 所以他把前面的店面 租给了检验所 检验所是干嘛的呢 就是验血 验尿啊 这些的 然后第二进呢 就住我们家 第三进就住我叔叔他们家 后面呢 还有一户呢 是住姑姑的 总之呢 我大伯这房子 前面是租给人家 后面三个是在照顾 自己的家人这样 那么在我大概 八九岁左右的时候呢 我通常都是一个人在家里 因为呢 爸爸妈妈上班 然后呢 我姐姐上高年级 她那时候大概五六年级了 所以上整天 那我妹妹呢 因为年纪比较小 所以我妈妈是 上班的时候 就带她去了幼稚园 所以我通常都是中午 放了学回家 一个人在家里待 一整个下午 你可以想见 那个是没有安清班的时代 没有电视 根本什么娱乐 都没有的时候 那我一个小学 三年级的小孩 我做什么事情呢 我通常是在 写完功课之后呢 我就溜到前面 检验所的那个 后枕椅上面 就坐在那 然后呢 看人排队 看人听着那个叫号 就进去 然后呢 我就捡他们在 这个椅子上面 留下来的报纸来看 当时候应该是认识一些字了啦 小学二三年级 然后我就看着报纸 有些报纸上是没有注音符号的 所以有些字念不出来 但是呢 你知道很多字 看久了也就知道它的意思了 所以呢 我就在那边检验了报纸看 然后再无聊一点呢 我就把报纸背下来 所以我的背诵能力非常好 过目不忘 大概也是那时候练出来的吧 那么甚至呢 我还会把报纸上看到的故事 我会讲给我妹妹听 所以呢 从一个阅读的人 变成一个讲述的人 对我来讲 也是蛮自然的一个转换 太无聊嘛 所以呢 现在有很多家长 觉得说 应该怎么样教导小孩 给小孩什么影响 我认为 这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不必要的东西 因为小孩子 不是你 需要你去教的 小孩子 其实他需要的 就是一个环境 怎么样的环境 就塑造出 怎么样的人生 我现在想起来 我那种童年的经历 其实就好像是 陈应生讲的 那是一种 市政小知识分子 那种家庭出身的背景 怎么说呢 我们家也不是做工的 我们家也不是务农的 所以这两个我都不会 这个手工技艺 还有种田什么 我这全部都不会 然后我们家 也不是做生意的 所以我连打招呼 怎么样招呼客人 做生意 我通通都不会 我们家就是一个 读书人的家庭 那但是呢 父母亲忙到 也没有时间教孩子 所以呢 我就自己一个人 因为有大把的时间 然后认识字之后呢 自己剪报纸来看 那这样长大一点呢 去图书馆借书来看 再大一点呢 我妈妈帮我买了一套 国语日报的重书 那么这一套重书里面呢 有很多儿童读物 那时候算很贵呢 一本要14元嘛 这一套是1972年的时候 一本14元 十本加起来140 当时候的物价呢 大概一碗阳春面 四块或五块左右吧 所以你就知道 那是相当大一笔钱 当时候我为了买这套书 我还跟我爸拗了很久 他还是在那边 不情不愿的 买这么贵的菜 买这么要做什么 这样 那大概是我人生 拥有的第一套书了吧 然后我留到现在 我还留在手边 你就知道 那个感情之深 那上面是有 注音符号的 每一句每一句 我都读了千百遍 太无聊了 真的没有书可以念 念到都背起来了 所以对小孩子来说 有时候你无心买给他 一本书或一套书 真的影响他一辈子 因为这些东西 是要熟练的 就像马世芳 他说他们家呢 他妈妈从来没有教过 他西洋音乐这些东西 可是他们家 全家都是唱片 他就活在一个 全家都是唱片 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根本不需要人教 你自然就听到那么多 你自己就会放来听 所以呢 如果一个家没有书架 父母没有看书的 这样习惯的话 你想要小孩有高的学历 或者有一些知识 或培养出一个读书的习惯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你就没有那个环境给他 那么对我来说呢 我喜欢棒球 也是受了我爸爸的影响 小孩子就像块白布一样嘛 你旁边有什么样的人 你就成为什么样的人 那我老爸呢 看棒球 那可是疯狂的 最近呢 我看大家很疯狂 看那个世界棒球锦标赛 这个经典赛呢 现在已经在东京打复赛了 那中华队已经淘汰了嘛 那么我们对于张玉成 那个满贯权的一打 哇 津津乐道 现在已经打到哪里呢 就是东京现在已经开打 那复赛在东京嘛 然后决赛呢 是在迈阿密 那今年的冠军大热门 应该是美国或者是日本 古巴也很强哦 这个中华队呢 输了古巴 然后大家在那边吃古巴三明治 那是没有用的 古巴很强 古巴的棒球呢 他从大概150年前 就是186几年的时候 就由美国传到古巴了 那么这有点像阿根廷 为什么足球那么强 他们当年就是从 被西班牙殖民 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嘛 所以他们的足球起源非常强 就是受殖民国的影响就对了 那台湾人看棒球 其实也是受日本人影响 因为台湾被日本殖民嘛 所以呢 从大概20世纪初吧 日本就把棒球这样的风气 带到台湾 那后来呢 国民党来了之后 外省人比较喜欢看篮球 本省人还是很风棒球 所以这就稍微有点分流这样 那么最近呢 东京的复赛里面 这最近的这两场 就是古巴会对上澳洲 然后呢 日本会决战这个意大利 在古巴跟澳洲 这个赛事里面 当然是我觉得古巴会赢 那么日本对战意大利 那当然日本会赢啊 所以到最后呢 我觉得美国 日本跟古巴 这几队 是不可忽视的强队 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那么大家呢 最近都注意到张育成 这样一个美国红袜队的强打 他其实去美国已经十年了 如果我们拿张育成 跟大古祥平来对比的话 他们两个刚好 一个有趣的地方 他们两个都是 2013年高中毕业 然后呢 大古祥平呢 他是选择留在日本的职棒 就是火腿队里面 他在火腿队里面 练得更强了之后呢 他才去美国大联盟 那张育成呢 他是2013年高中毕业 他就签了美国的小联盟 所以呢 他已经在美国蹲了十年了 在2019年左右 他才从红袜队 真正登板 他守卫位置呢 就是内野手啊 可是呢 大古祥平他是 除了打击很强之外呢 他是头打二刀流 就是他既是头手 他又是打击手 那么这两个选手 他们的年纪差不多 大古祥平是1994年出生的嘛 所以现在大概28岁 那么张育成比他小一点 他是1995年出生 现在大概27岁 年纪差不多啊 但是呢 他们的历程不一样 到底是 先在职棒历练几年 再去大联盟比较好 还是呢 先去小联盟蹲 然后蹲了几年 才升上大联盟比较好 其实没有一定论 没有一定 我们只能说呢 国内的职棒环境 真的不如日本的职棒环境 他这不是废话吗 日本的职棒 发展到多纯熟了 一项运动要能够顶尖 除了选手要有实力 要有潜力之外 要有吃苦耐劳之外 他整个的环境 怎么培养这个选手 我就非常非常重要啊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我在第28集的时候 我特别做过一集 来讲大谷香品哦 你或许可以去找来听听看啊 那么在我童年的时候 尤其是八九岁那个时候呢 我除了阅读 然后呢 喜欢看棒球 那么这两件事情 其实就 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内在 也影响非常大 喜欢阅读这件事情 当然跟我后来的工作有关 我今天本来要讲冰海小金 还有刘景盘 这两本儿童文学丛书 就是那个 国语日报丛书里面的两本 这两本非常的有趣啊 不过今天没空讲了 那我们今天先来讲一下 运动这个部分 我小时候呢 喜欢看棒球赛 而这个部分也影响了 我性格当中 某一部分就是很热情的 然后就是很爽朗 那个部分 我还记得呢 在综艺路的塔塔米上面 我爸爸呢 因为非常喜欢棒球嘛 所以当时候 连电视都是很奢侈的 不是每家都有电视 所以呢 他就花了好几个月的薪水呢 忍痛去买了一部黑白电视机 我那个可真的是忍痛买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在1969年的时候 金龙哨棒 第一次获得世界哨棒锦标赛的冠军 结果老爸呢 非常爱看棒球的 他就错失了那场比赛 只因为家里没有电视机 所以他没有办法看到 所以呢 他就立马去买了一部电视机 再贵他也买下去了 然后呢 他就等着看1970年的 这个台湾的哨棒呢 又去扬威美国这样 然后呢 1970年代表台湾出赛的呢 是台南七虎队 那我们都知道嘛 金龙哨棒是台中的哦 所以呢 当年呢 这个台南的七虎队很强 然后他就打败了台中金龙队嘛 所以呢 后来他就是代表台湾 然后去到威廉波特去比赛 那当时候呢 最厉害的投手就是许金木 各位还记得吗 这个许金木 他厉害的就是他的变化球啊 那么当时候呢 黄俊雄布袋系很红嘛 所以许金木呢 就被称为哈杯两气 因为他笑起来就有点像两气耶 那个样子哦 有点爆牙那个样子 这个许金木以前 还是我妈妈的学生耶 国小的时候还被我妈教过 好 这个废话不多说 总之呢就是1970年 我老爸买了电视 他准备就要收看那个世界烧棒锦标赛 就没有想到那一届的台南七虎队呢 居然输掉了比赛 哇 当时候呢 我老爸简直就是三崩地裂啊 那么在这样整个 陪着大人在那里看转播 因为那个时候 美国跟台湾刚好是隔12个小时 所以我们是彻夜收看的 通宵达旦的啊 那我们家的气氛呢 一向都是比较严肃的 所以呢 小孩子连大声笑大声叫都不可以的 可是呢 就在看比赛的那一个夜晚呢 什么样的禁忌都没有了 然后我爸好像变成一个小孩一样的 那我们在旁边怎么作乱他都不管 再来呢 就是我妈妈就开始呢 因为半夜大家肚子饿了 然后就泡生利面 我爸本来也不准我们吃素食面的 然后 哇 那个晚上的热腾腾的生利面 那种香的味道 我到现在 我真的是永生难忘啊 就在那样一个夜晚 好像我们家什么规矩都没有了 然后呢 晚上我还可以吃点点心 还可以吃宵夜 这简直就是 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呢 看棒球赛 半夜看棒球赛 变成我们童年最美好的回忆 不完全跟那个战绩有关 总之呢 就是那种疯狂 我小时候就经历过了好吗 时间来到1971年 这个许金木呢 照样还是 他那时候加入了台南巨人队 然后呢 打败了日本调部队之后呢 前进美国又到了威廉波特的这个组场 那一次是怎么样的一个战绩 12比3学习美国 我相信现在60岁左右的人 大概都还津津乐道吧 许金木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投手 他变化球很厉害嘛 那么在那一次的冠亚军当中呢 他就对上了麦克林登 麦克林登呢 也是一个投手 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打击手 所以他们两个就对上了 那么许金木呢 他通常习惯先丢三个坏球 然后呢 再来制造一点压力给这个打击手 也就是让打击手呢 有一点侥幸 认为说呢 可能再一个坏球 那我就被保送 结果他通常都是三个坏球之后 来一个好球 然后让他措手 接下来就连三个好球就把他三针 我知道许金木这一套 因为我已经看得很熟了 结果那一次呢 在三个坏球之后 麦克林登呢 抓住这个好球 打出一个全雷打 然后呢 这个全雷打是一个三分全雷打 当场0比3 全部人都傻眼啊 我想所有台湾的观众 那时候差不多都快要哭出来了 结果呢 直接讲结论就是呢 这个巨人哨棒终于很厉害 他们到最后稳住之后呢 延长到第九局 终于以12比3学习了美国队 我还记得到最后呢 那个麦克林登是 蹲在本雷板上面 然后他就哭了出来 哭得跟一个小孩一样 那一幕是我童年当中的 印象最深刻的一幕 那么当时候的许金木 差不多就跟史燕文一样 可以拯救全天下 全国家 全台湾 他们拿到冠军 在玉归国的时候 哇 那简直就是呢 这个万人空相 这个夹道相迎 然后呢 到了一种很疯狂的地步 那么当时候很多很有名的小球员 像叶志仙 徐生明 李居民 还有一个叫吴承文的 我的天啊 我居然还能够讲得出他们的名字 那么他们这些呢 因为后来 国内比较没有完善的环境 很多人也就没有打球了 像许金木 他是受限于他的身高不够高 所以后来也就没有往这个发展 然后现在64岁 应该是已经从一个纺织工厂退休了 我在看这一次的 在台中举办的世界棒球经典赛的 预赛的时候 我突然想说 为什么没有人去找许金木 来开场或者致辞呢 那他可能一上场就应该说 哎 少年呢 我以前 我那很厉害呢 你知道许金木是谁吗 我是学习两戏的 然后呢 这些拉拉队呢 就找那种当时候的球迷 就是我们这种60岁左右的疯狂球迷 穿上那个 那个拉拉队的球衣 我相信我们的热情跟疯狂 也不会输给林湘跟军军他们呢 今天的节目呢 讲了很多史蒂芬史批薄 还有讲了他的电影 讲了他犹太人的经历 我们甚至讲了校园档案 这样的一个校园霸凌 这样的一个故事 然后呢 讲到我的童年 八九岁的时候 在台南所经历的事情 我在检验所的门口 简报纸看 然后三更半夜呢 陪我老爸在那里看 威廉波特的 哨棒转播赛的那种疯狂 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讲 冰海小金 还有刘景盘 这两个非常可爱的故事 那么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来听一首 我八九岁的时候 我戴着黄色的帽子 然后呢 走到上学的路上 我那时候念的是成功国小 然后一路上呢 我们都是自己走路去学校的 那时候呢 我就经过一个槟榔摊 然后有一次呢 我就听到了这首 Gwantaramela Gwantaramela Ohila Gwantaramela Gwantaramela Ohila Gwantaramela 哇我的天哪 我唱歌真难听 那么这首Gwantaramela 你就是唱了几百遍呢 你也不知道他在唱什么 因为呢 他是拉丁文啊 然后呢 这首歌啊 我一个字都没听懂 但是呢 我却非常非常的喜欢 他的旋律 感觉上好像有一种 热带的微风 好像有一种度假的气氛 那种感觉 那那种旋律 我是没有听过的 这种语言 也是我没有听过的 那时候我还以为是关岛了 结果后来才发现 这不是耶 这个是古巴 当时候我听到的版本呢 应该是 芝羹鸟乐团 The Sam Piper 他们演唱的那个版本 那个是比较后面的 其实这首歌 最早的一个版本呢 是1928年的时候 有一个古巴的歌手唱的 然后呢 在1963年 有一个很重要的版本 就是Pete Seeger 比特希格 他是一个民谣歌手 然后他反战的嘛 那当时候 因为美苏冷战的关系 美苏冷战就是 当时候呢 1959年的时候呢 卡斯楚 他发动古巴革命 推翻了亲美的政权 那么后面呢 他就开始去亲俄了 就亲苏联 当时候1961年的时候呢 美国甘乃迪总统呢 就宣布跟古巴断交 然后呢 古巴呢就被美国经济制裁了几十年 所以到现在还很穷啊 然后呢 在1962年的时候呢 苏联就在古巴放核子弹 哇 这就等于放在美国的后门口耶 这个时候呢 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因为美国想要制裁 这个苏联嘛 然后这一打仗那不得了啊 就后来还好 谈判之后呢 美国承诺不会入侵古巴 苏联也撤走了 部署在古巴的飞弹 那么当时候呢 美国长期的经济制裁 古巴禁运 禁止运输 所以呢 当时候美国也有很多反战人士呢 也非常同情古巴人民的处境嘛 所以呢 这个Pete Seager呢 他才把这首歌呢 改编成英文版 本来是西班牙文的 后来就改编成英文版 在1966年的时候呢 Sand Piper 就是枝羹鸟乐团 那么这是一个加州的三个人的一个乐团 才把这首歌唱好 那我们现在听的版本 大部分都是这个有英文口白的 这个枝羹鸟乐团 Sand Piper 他们所唱的 那么到底 关达拉美拉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呢 就是来自关达纳摩 这个地方的姑娘 那关达纳摩呢 它是古巴东南的一个海湾 然后呢 这个海湾呢 有美国的军事基地的部署 好像到现在也没有撤退的样子 有点像是美国在冲绳岛上 那个基地 到现在也没撤 然后听说这个基地里面 还有很多很多的什么 军事审讯的一些东西 总之搞不清楚了 那么这首歌讲的就是 我遇到了一个来自关达纳摩 这个地方的姑娘 那如果你仔细听 它英文口白的部分 那个西班牙文 你是再用力听也听不懂了 那么你听那个英文口白的部分呢 它就讲到说 我是一个诚实的人 我来自于一个 有很多棕榈树的地方 我想要在我临死之前 唱出我心灵的诗篇 来自关达纳摩 来自关达纳摩的姑娘 我的诗歌呢 是充满了绿意的 我的诗歌呢 像火焰一般的 那样的鲜红 我的诗歌就像受伤的小鹿一样 在山里面寻找藏身之处 我这个诗还蛮有点意境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听这一首 我八九岁的时候 戴着黄色小帽 走过槟榔滩会 听到的一首 鸭子听雷的歌曲 那么这首歌呢 我们先来听 枝羹鸟乐团的 Sandpipers 他们唱的这个版本 也就是最通行的这个版本 然后呢 再来听一个比较民谣的 带一点真正古巴风情的 这样的一个演奏的版本 请千万不要小看古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虽然穷 可是那个地方呢 其实人民是很热情的 然后他们也受了很多的苦啊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 常常梦想跟现实 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可是我们还是应该要有个梦想 因为这些梦想 才让我们找到现实的道路 所以人生没有理想的处境 那么有时候回想 以前所经历的事情 它对你也都是一个助力 那么不管你今天过得顺利 或不顺利 我们来听一首热带的 很带有热带风情的迷谣 然后让你改变一下心情吧 随着那样的一个节奏 你就会发现 哎呀穷归穷 可是呢 还是可以穷开心啊 那么这一首 你随着它的旋律 一个字也没听懂 也没有关系啊 你自然就会开心起来 然后心情改变 你的生活就会改变啊 所以我们现在呢 来听这首1966年 枝羹鸟乐团 Sand Pipers 所演唱的 关调啦妹戴啦 关调啦妹戴啦 Guantan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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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a sincere man But where the palm grows I am a sincere man But where the palm grows equilibrium But where the palm grows I love you I am aотрat Guantan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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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 words mean I am a truthful man from the land of the palm trees And before dying I want to share these poems of my soul My poems are soft green My poems are also flaming crimson My poems are like a wounded foie seeking refuge in the forest The last verse says Con los pobres de la tierra With the poor people of this earth I want to share my fate The strings of the mountains freeze me more than the sea And if we know the sea, we know the sea Quanta no 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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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o un ragazzo sincero Da dove cresce la palma Sono un ragazzo sincero Da dove cresce la palma Quanta no 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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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iugno come gennaio coltivo una rosa bianca perché l'amico sincero mi da la sua mano franca Guantanamera, Guantanamera, Guantanamera Un verso ed un verde chiaro uno di un cremi si è acceso Un verso ed un verde chiaro uno di un cremi si è acceso è come un cervo ferito che cerca pace nell'alma Guantanamera, Guahira Guantanamera Guantanamera, Guahira Guantanamera per te che mi strappi il cuore e la mia vita ferita per te che mi strappi il cuore e la mia vita è ferita coltivo una rosa bianca e non il caldo e l'ortica guantanamera guairaguantanam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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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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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ira Quantaname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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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